魏无羡检查的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医生跟江家姐弟说 在观察几天没事就出院 江家姐弟欢喜得直道谢 魏无羡醒来后却还有些恍惚 感觉脑子里有很多的事情 但混乱一片想不清楚 阿谢 那天兰院长来看你了 你知不知道 江夜离说 知道我看见他了 魏无羡淡淡的说 魏 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你不是他朋友吗 江城削了个苹果递给他 阿城 阿现是刚醒来 精神还不太好 没有不高兴 阿现可是因为蓝院长到来的时候醒来的 魏英的心里万千的滋味上心头 那天 他在昏迷当中 听到一个声音在叫他 魏英 我是蓝湛 魏英这个名字有多少年没有人叫了 都快不记得 那是他父母在时对他的呼唤 那是专属于父母的爱称 自从父母不在之后 他的这个名字就好像消失了 再没有人叫过 可是 现在却有一个人叫出了他这个名字 在苏州 是否 魏英的不解释 他从小也是不其然在心底跑出蓝湛二个字 二个他不知所云的字 他也两次对着蓝忘机冲口而出叫他做蓝湛 今日在苏州 有个声音叫出了魏英二字 告诉他我是蓝湛 蓝忘机就是蓝湛 那么 魏英和蓝湛 是否某种关系 肯定有关系 魏无羡的心里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在苏州 他将解开多年来的一切疑问 阿姐 我想喝你的莲藕排骨汤 魏无羡对江燕里展开了一个笑容 好好好 阿现 我马上去做 江燕里抹着泪连连答应 姐 多做一点 我也要喝 都有都有 不用说 江燕里扶了扶肩膀 然后走出病房回江南小州做莲藕排骨汤 江城 谢谢你 魏无羡对江城说 谢什么 我们是一家人 只不过魏无羡 你以后能不能少管闲事啊 这会要人命的 知道吗 江城美好气的说 魏无羡笑了笑说 没事 我命大着呢 这不活过来了 是好不容易醒过来 你以后就不要惹事了 魏无羡 好好 你先把手机给我 别了 才醒过来就要玩手机 伤神 我给蓝院长说声谢谢 那是应该 江城把他的手机递给了他 魏无羡点开蓝忘机的微信 小心翼翼地打下了一行字 蓝院长 谢谢你来看我 半天不没有回音 魏无羡非常失望 他对江城说 江城 你有事去忙吧 我想再睡一会儿 好 我先回公司 你有事打电话给我 蓝忘机工作了半天 没有碰过手机 专注是他的本能 工作中的他 从来不会去分心做别的事 到了午后 他拿起了手机 才看到有未读的信息 点开一看 是魏无羡发来的 看着那句话 蓝忘机心里涌起了一丝甜味 他回了个信息 上午忙没看手机 抱歉 下午去看你 魏无羡巴巴抱着手机等了半天 终于等来了蓝忘机的消息 看到他说下午就要来看他 眼泪及时就流了下来 为什么 魏无羡抹着泪 看着手心里的泪痕 无法解释 为什么自己突然就落泪了 蓝忘机把手头的工作收拾好之后 去太湖大学的荷塘里 摘了几朵荷花用荷叶扎好 就前往苏州大学附属医院而来 当蓝忘机捧着一束荷花 出现在魏无羡的面前时 魏无羡的眼前一片恍惚 他不知道眼前的人与花哪一个更美 那白碧无瑕的脸庞 与相远一亲的白脸 哪一个更清净 哪一个更高洁 哪一个更纯美 蓝院长 你来了 嗯 魏先生看起来精神不错 蓝忘机把荷花递给护工 让他去插室公平 蓝忘机在病床边坐了下来 却发现两个人都失语了 一阵沉默之后 魏无羡掀开了口 你是蓝湛 蓝忘机点了点头 是 你是魏英 两人同时流下了眼泪 但不知是为了什么 他们从未曾交集 一个在法国 一个在苏州 因偶然的相遇 却好像有了共同的过往 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 同时在两人的心底涌起 一种强烈的优先